以後都要這樣簽名 簽名會只能簽10個人 稍微 稍微溫柔一點 你們給我試試看 咱們這個杭州 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那麼七零印社呢 又是我們杭州的一個精明片 印章是一個代表了個人的符號 成為了一個鑽客藝術 寫出那個字在刻成印著 對對對 時交亭 對 在這交流交流 寫首詩吧 床前 OK 明月光 很美 是的 那我們寫個杭州好不好 杭州 睡步了 挺好的 這兩個字 一大一小 我覺得還是 很 很緊湊的 刻印之前呢 我們 先要把字寫成傳書 那麼一字呢 它的傳書 這邊就是一個 剛才說的這個人字旁 它其實 就是像一個側面的人 OK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把這個部分 變成了一個方折 這是我們的小傳 這個叫做筋紋 這個叫做筋紋 然後這個一 這個就像我們古代穿的衣服 這樣 是吧 蓋住的 對 折疊住的 一個人穿著衣服 好的 我們看林字的其實也非常有意思 它這個 就上面是我們的這個樹枝 下面是我們的樹根 所以它就組成了一個木 我先練習 一個 然後左邊的部分 一個人 好 我以後都要這樣簽名 簽名會只能簽十個人 我說不放呼吸了 可以稍微先 就一直抖一直抖 就有時候不要呼吸 會不會比較不抖 對 屏住呼吸 好的 有一些粗細對比 太明顯的 稍微可以調整一下 可是我好累 休息休息 我來我來 那我們 要刻 要刻了 對 好 就是這樣刻 沒事 這個 已經漸入佳境了 為什麼老師這位 刻到全身出汗 說明在用內功 第一次覺得自己的名字 筆畫這麼多 稍微改一下 好厲害 什麼就在一起 可是你有劃過到自己的手嗎 當然劃過到 經常會刻到手 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 蓋一下看一下 哇 我真的太蓋張了 嗯 這個我先把這個上面刷一下 然後你來蓋 你把 放了嗎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還算一個 稍微 哈哈哈哈 稍微溫柔一點 哎 好 有嘞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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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什麼想刻的內容 也可以 我要寫一篇文章 那我 那我 那那您先去逛一下 我在這兒看 寫怪好玩就好了 怪好玩 好了 老師好快 哇塞 我可以去參展嗎 可以了 可以去投稿了 毛筆自文化還是非常地淵薄的 可是有它疑人之處 然後我進來這裡寫毛筆的時候 馬上進入一種 心裡很沉靜的感覺 連呼吸都自己會改變它的規律的 除了雕刻以外 哈哈哈哈 廖課好緊張啊 但是就寫毛筆 就很像回到自己小時候 第一次練字 因為小時候的時候 特別心非常亂 看著有沒有寫外 就知道自己當時的狀態是怎麼樣 對 所以是一個沒有辦法騙人的 一種藝術 西湖真的是非常漂亮 然後今天剛好天氣也很好 一望無際 覺得好像在這個地方 可以想像這些文人的一些對話 他們在這裡 產生一些很偉大的思想啊 一進來就讓你 脫掉很多繁雜的事情 一個很有魔力的地方 降落在杭州的機場 我聽到的不是我的名字 是西湖醋魚 本身就說西湖醋魚 西湖子我想說是誰 然後 所以今天就邀請他來了 好像是有一點爭議的 是嗎 西湖醋魚 這不就一般魚嗎 請問這隻 就是清蒸的魚 然後有一點點醬汁的那種感覺啊 這真的太大驚小怪了各位 挺好吃的啊 會怕 西湖醋魚的 應該是去錯餐廳 會不會是 你們給我們吃吃看 XDDD 這一生 Wind 蔡床魚的